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司认识频道 收看这期的公司视频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 移民加拿大的中国人 他发了一大堆的视频 来抱怨在加拿大的生活 劝大家,特别是劝中产阶级 不要移民加拿大 因为你们会后悔 他说他曾经举家移民加拿大四年时间 结果肠子都毁清了 本来有百万的身价 结果全部都消耗掉了 最终没办法 只能靠刷盘子户口 我看到这个文章呢 我觉得特有意思 他最早出现在加国无忧 然后后来是被新华侨网官方媒体转载 他们觉得这个报道很有代表性 能够劝大家不要离开中国 不要润出去 但是这篇文章里面讲述的这个人 他真的有代表性吗 我们其实可以先一起来看一看 他发了很多期视频来谈加拿大的移民 他说手头有个几百万上千万的家人们 千万不要去移民 他自称老陕,陕西人 2011年卖掉了国内的生意 举家移民加拿大 没想到 他说他苦不堪言 历时四年的萨省企业家移民之旅 直接这四年把我呆崩溃了 他说移民的条件是要创办一个生意 所以他就开了一个披萨店 花了38万家元 他说他没指望着这个披萨店能赚钱 只是解决移民身份 但是没想到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发生了改变 这个企业家移民的项目被暂停了 所以他就一直耗耗耗 这个披萨店赔了整整三年半 他说店里的营业额十分惨淡 最差的时候一天营业额只有28加元 他每个月还要给孩子留学的费用 一交就是四年 文章当中说 这个大叔就这样扛了三年 每天没日没夜的在披萨店干活 进货刷盘子洗碗 国内记载的老本不断流失 最后所剩无几 直到2015年 他终于拿到了枫叶卡 然后他说他已经淡尽粮绝 即使卖掉披萨店 在温哥华也买不起房 他只能身兼树植 他只能靠刷盘子洗碗开出租车 养家糊口 回到了一贫如洗拼命奋斗的时期 他说他自己也是底层出身 14岁进油田 20岁进工厂 21岁开始夜店卖烧烤 最终从草根成为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最高的时候一年流水400万 突然手头有了个大几百万 觉得自己飘飘然 但是没想到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是在变化的 一会开放一会关闭 结果就把他的钱都耗光了 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 也有网友在下边留言 来应和他 说去了加拿大 中产降级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说国内中产出国混的好的不多 如果有几十个亿美元 移民还可以 还有人说没上亿 移什么名 我觉得很多中产阶级可能看了这个影片 或者这篇文章之后 就打消了移民的念头 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 主要聚焦的是中国问题 国际关系 我很少讲到我在加拿大的移民生活 因为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这个生活环境啊 生活经历啊 包括你的出身背景 你的知识水平 你的适应能力等等等等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代表性的 每个人的情况天差地别 他在加拿大的遭遇 我觉得是可以同情的 你遇到了一个加拿大的这个移民政策不断的转变 其实我不想质疑他所讲述的是不是真实发生的 但是呢 网上有人就发现了说这里边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 比方说我看到有个留言说 既然披萨店的生意如此的惨淡 那为什么他还要没日没夜的在披萨店刷板 那底下还有个留言说 你的观察力惊人 甚至还有个人开玩笑说 披萨店为什么有碗 还有人说 漏洞百出 这些网上赚流量的人实际话信两句都多 真正资金实力强的都很精明 就算暂时不适应也不至于破产 流量密码无非两个极端 炫富或者卖惨 没噱头谁爱看 这个人说到了点上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专业的博主 每天就在做直播做影片 然后他拍了这些影片呢 全部都是关于加拿大移民的 加拿大移民有多么困难 就基本讲是这个内容 他以前讲的别人内容没人看 结果他讲了加拿大的移民不好 一下子就流量上来了 他还说一条视频给了他7000人民币的高费 他非常开心 所以当然他现在做什么事情 可能都是跟流量有关系 我也不能够百分之百相信他说的话 毕竟他这篇文章 至少这篇文章当中 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而且他在影片当中还说什么 损失500万 在加拿大花了500万 也对他来说没什么代表的 虽然他这么说 但是他几乎每一个视频当中都在抱怨 我在加拿大花了500万 你到底是在乎还是不在乎 对吧 你既然觉得500万花了无所谓 你拿到了身份至少 那你现在有什么可报怨的呢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这个人虽然给我看起来不是太实诚 讲的话不是百分之百可信 毕竟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演员了 每天讲一些观众喜欢听的话 但是我们可以聊一聊 就是移民加拿大 什么人适合 什么人不适合 我觉得像他这样的出身底层的 曾经一点一点打拼出来的人 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人的话 那么他应该知道 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无亲无故的地方 你要重新适应 你还是得从头打拼 对吧 你既然曾经打拼过 你有这样的能力 那应该在一个新的环境下 你也同样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他似乎抱着一个什么心态呢 就是我现在有钱了 我到那边去享福 到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的 那就很有问题了 就是我就是为了拿一个身份而已 花点钱拿一个身份 他只不过是 可能想花200万拿一个身份 没想到花了500万 所以他就很不爽 现在天天抱怨 这不就是他抱怨的原因吗 但问题是 你移民的出发点首先就有问题 如果你的出发点 只不过是过去享福 那么确实你需要一定的实力 你可以保证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你这个钱是一直花不完的 你还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准 如果你不能保证的话 你就不要移民 因为你的心态就首先就是不对的 你以为那是个天堂 不用花太多钱 还能生活的特别好 比中国还好 怎么可能呢 你觉得其他地方都是养懒汉的地方吗 要不然你就是有足够的资金 可以维持在国外的消费 那么要不然你要做好准备 到了地方你还要继续的工作创业 在事业上可能比在中国还更难 因为你在中国已经有了积累 有了人脉 有了关系 有了很多的基础 对环境政策各方面都很熟悉 但是到了加拿大 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从语言开始 你就处处的可能会有阻力 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对吧 你作为一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 出来混社会的人 怎么连这点最基本的概念 最基本常识都没有呢 如果你连最基本的分析判断能力 都没有的话 那我就怀疑你这个钱是怎么赚来的 对吧 你怎么变成董事长的 但是确实我承认有些人他在中国是天上掉馅饼 就是这正好有一个契机 正好认识什么人 正好赶上了一个什么政策 他就发家致富了 因为中国的变化非常大 它是一个丛林社会 弱肉强食 确实有可能天上掉馅饼 毕竟人口基数这么大 你被砸到了话 你就以为在任何地方你都会被砸到 但是西方国家是非常成熟资本主义体制 它保证了穷人不会饿死 有最基本的尊严 但同时你想发家致富也需要智慧 需要努力 他没有那么多的漏洞可以钻 而且他对富人的税收监管都很严 不是说你认识什么个局长 认识一个处长 你就什么事情摆很多的监管 你就可以避过去 没那么容易 毕竟这些国家是法治国家 不像中国 所以我之前曾经提到过 如果你想移民 最好是你觉得你移民是必须的 你觉得你在中国没有办法获得你想要的权利和尊严 在这种情况下 你移民可以保证你的言论自由 也可以保证你的财产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追求这样的一个人人平等的环境 同时你也为了下一代 你可以移民 你不会后悔 但是像他这样的 不在乎这一切 也不在乎什么言论自由 也不在乎个人权利 什么都不在乎 他只在乎我钱多钱少 对他们来说 留在中国比较好 你到了海外 既要花钱 重新适应 你还要deal with这个移民政策 对吧 然后你觉得 我的孩子在哪生活都可以 在中国教育也挺好 那你为什么要移民呢 所以他移民首先就是个错误 他没有想好 为什么移民就移民了 所以他最后 没有达到他的那个 不切实际的预期 结果就是现在这样 抱怨连天 其实他已经有点 站着说话不要疼了 因为他已经获得了绿卡 已经拿到了身份 你还想怎么样呢 还有多少人想拿达不到呢 而且我说他说话 不太实在的原因就是 他在加纳的时候 在整个北美大陆 到处自驾游 你如果生活这么拮据 你怎么可能开着自己的房车 到处自驾游 我就觉得这里边有很多的疑问 所以我觉得他为了流量 卖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至于给他底下留言 硬核他的那些人 我觉得大多数都连国都没出过 完全不了解外国什么情况 所以我在这里边做一个总结 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移民 什么样的人不适合移民 适合移民的 就是你觉得自己的资产 在中国不够安全 这是一点 第二点 你是想要下一代 不在中国受到这种洗脑宣传的教育 你可以移民 还有一个就是 你觉得你在中国没有出路 没有希望 你不可能爬上这个社会的阶梯 你觉得你在被压迫 你在被剥削 你在被当做韭菜跟炮灰 这样的人也可以移民 我觉得只有这几种 是最适合移民的 但是除了这以外 其他的一些理由 什么我赚大钱呢 什么带着钱去啊 我就是可以躺着花不完呢 对吧 有这样想法的人 就不要移民了 因为这些移民国家 美国 加拿大 澳洲 包括日本 也都不是遍地黄金 虽然有很多的机会 但是你还是需要 你自己的智慧跟努力 去适应这个社会 适应这个新的市场 当然还有再加上一点运气 这个人可能运气不太好 遇上了这个 萨省企业家移民的 这个政策的改变 总之 移民有风险 润出需谨慎 对于所有的那些 不觉得自己在中国是炮灰 不觉得在中国没有权利 跟尊严的那些人 我是绝对不会建议 他们润出国的 润出来 也是个祸害 润出来 也会抱怨连天 最后还会变成 他这样的白眼狼 加拿大给了他 这么多的机会 给了他这么多的福利 包括他们的 全家的免费医疗 更别说健康的空气 自由的环境 健全的法治 他移民到加拿大 拿到了枫叶卡 他没有丝毫的感恩之情 反而拍了这么多影片 去抱怨加拿大这个国家 诋毁加拿大这个国家 他却从来没有反思过 这是不是他自己的问题 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恰巧我刷推特 还看到了一个事件 就是曾经被誉为 周星驰御用配音演员的 石斑宇老师 在北京的工作室 遭到当地的强拆 他就在9月18号 918这一天的夜里12点 发了一段影片 说十几个 二十几个人 闯入他的工作室 强行把他东西搬走 他被这些人 从自己的工作室中赶了出来 而这个工作室 他是签了十年的合约的 甚至他一口气 付了四十年的租金 大家好 我是石斑宇 现在是大概半夜快十二点了 那么我为什么还坐在这里呢 大家看到后面的房子吗 这是我在北京的一个工作室 在这里呢 我已经在这边工作了差不多十年了 莫名其妙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们都不认识了一个企业单位 就强制我要搬离这里 而且呢 是有十几二十个人来敲我的房门 都跟我撞看的 完了以后来 就强迫我 跟我的工作伙伴 要立刻的搬离这里 二话不说 把我门都拆了 各位 您看看我的头发 我65了今年 这很可怜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当年的装修费 这个拆迁费 搬家费什么什么 这个费用通通都没有 当时呢 我会来这里呢 是因为朋友介绍 我就发现了高贝店 这个地方呢 非常的好 尤其是爱家真品工 就是我后面 这种房子 周边呢 很多的影视公司 后期 前期的制作公司 都在这附近 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影视基地 所以我们当年来的时候 我们付了40年的租金呢 他用了10年之后 现在呢 直接退我们10年的租金 大家呢 有可能会有一个疑惑 就是好像一般租约是 只能租20年 对不对 可是我们当年来的时候呢 他的规定就是 一定要付40年的租金 那相关的条约啊 合同啊 什么的内容啊 都很规范啊 所以我们就乖乖地 就付40年了 那结果现在呢 今天呢 居然跟我们说 这些都不算数了 所以说呢 我今天在这里 很无助地 请大家帮我想想 我该怎么办 还有我周边的这些邻居啊 200多后邻居 大家该怎么办 这就让我想到了 刚才那位移民加拿大的华人 他就算是留在中国 他那500万 真的能够保得住吗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来支持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 vam